我這次的主題就是輔導和溝通的言語 因為我有時知道一些發生的事情 或者人與人之間的說話 造成一些影響或者傷害 我就想很快去設定這些任何令人不舒服的事情 幫助我們能夠輔導更加有效 我們就先在門徒訓練的時候 就已經有操練一下 操練的時候就發覺人真的不太留意到自己說的說話是什麼類型 我就很想大家留意到我們溝通的時候 就是說的內容是什麼類型 什麼叫什麼類型是什麼意思呢 譬如有時我們不知道我們會說了指控的話 有時我們不知道我們說了一些叫他做什麼的說話 很多時候我們會忘記留意他的感覺 忘記回應他的感覺 或者有時甚至有些是強烈的指控令人不舒服的 這樣的說話是會造成傷害的 那個傷害呢 有時可以令到那個人離開一個群體 離開這個人 不再想和他溝通 是會造成傷害的 所以我們自己都留意 我們會說說話之前真的想清楚 想清楚我會不會說錯說話 這個說話有沒有什麼影響 因為有些人習慣在家裡隨意 在很多家裡都會有隨意的 為何要這樣做事 很容易就發脾氣 聲音就馬上改變 就覺得這些是人之常情 在家裡 在家裡 因為大家都 叫做無法離開 你當然要回家 除非他離開他的家 所以 好像沒有大影響 因為始終 每個人都要回家 你罵完他就回家 所以 覺得可以繼續是這樣 但是當你出到這樣的時候 譬如在公司你是這樣 可能那個人一次的溝通 就成為你的敵人 以後都不喜歡你 在小組也都會令到 有些人不再想回那個小組 在教會也都會有些人不再想回那個教會 那你說 我家裡經常都是這樣吵架 在那裡這樣吵一句都不行嗎 就是因為家裡的人 他沒辦法走 所以他就一直面對 但是當他有選擇的時候 有很多人就會選擇 和一些容易相處的人 相處 所以我們自己留意一下 我們自己會不會 我們說話都會有這些問題呢 首先我們有連率的心 才能夠感受人的痛苦 即有連率和感受人的痛苦的心 馬太九州十三者一起讀 經常說 我喜愛連率 不喜愛祭辭 者會獲得意思 你會者去存亡 我來本不是照義人 乃是照罪人 神是很喜歡連率人的 當我們連率人 神是很歡喜的 神是充滿對我們感情的 我剛剛為以色拉 攝錄了一些影片 因為是為了某個原因 去和他攝錄 攝錄的時候 他再說回他上去天堂 去到生命冊 他就看到神所寫的 神寫的說話都是充滿感情的 都是說 你是我的女兒 我是你所受的傷害 我心裡面都很受傷害 其實我傷害給你更多 神是感受到我們的傷害 但是很多時候 人家有傷害 我們就不是馬上想到他的傷害 馬上想到怎樣幫他 我自己都會有這個傾向 很想快點去幫他 但是當我們時時都想到 這個人會受傷害 我們就盡量去想他的感受的時候 我們就更加能夠感受他的感受 反而幫他更多 這件事情 還有說同樣的說話 都可以有不同的後果 就是當我們有連率他的心的時候 那個後果是很不同的 譬如就算兩個人他是指導性 一個人說 你沒有祈禱 你多點祈禱 那個語氣聽起來 是不太舒服的 但是如果他有一個心 即是說有一個連率的心 我們一起多點祈禱 神會幫我們 都是講祈禱 但是是不是很不同的感覺 我們一起祈禱 神會幫我們 因為這句說話 其實是因為大有恩典 所以那個感覺是很不同的 那個感受很不同的 希望我們時時和人相處 都是令人感受到我們的連率 CV56篇第八節是很特別的 這個就是支持那些人說 見到天上的生命冊 記載他們所受的傷害 這個經文有說的 我一起讀 我幾次流離你都記數 靠你把我眼淚裝在你的皮袋裡 這就是我幾次流離 幾次四圍去飄蕩 但是神都記住的 就是我幾次去遇到什麼困難 神都記住的 求你把眼淚裝在你的皮袋裡 是會紀念我們所流的眼淚 只不都記在你的賊子上 都記在賊子上 就是我們天上的生命冊 神是很體重的 神是祝福紀念的 以及以斯拉見到天上的生命冊 是有天使保護的 是有天使 有一個大能的天使 後面是有火噴出來的 是有大能的 即是有一個大能的天使 是有神的能力去保護我們的生命冊 好了 如果要改變人的話 有時候我們很想快些改變人 效果比較低是什麼呢 就是指責控訴 有很多人以為我罵她 她說她 她就會改變 但是越說 其實人就越不想改變 就是我們明白這個道理的時候 我們就記住提醒自己 不是去用指控的方法 其實指控是反效果的 就是很多時候是會反效果 那有沒有人被指控而改變 有 是很多人中有一個人 很少人是這樣的 但是呢 是少數的 還有呢 不要態度 有時候不知覺 就是人沒有態度 不是她特地沒有態度 就是 譬如大家有沒有見過 一些人對你態度不好 某件事發生之後 對你態度不好 她可能是不知覺的 她只是不喜歡你 不喜歡你 一見到你 就已經覺得不順眼了 一看到你 就已經好像覺得 有一種不舒服的感覺 當你明白這個道理的時候 當我們同樣見到一個人 有一個心中不舒服 我們同樣會表達出那種感覺 當你喜歡一幫人 或一個人 是會看得出的 即是你看到這個人 是喜歡自己 他的態度 他的眼神是不同的 但如果那個人有些不喜歡 是會顯露出來的 所以這個態度 以及不理會對方的感覺 他對方的感覺 不開心都不理會他 只是說自己想說的話 自己想要教他 想要做什麼 太多的指示 這個效果是很低的 更加有效是甚麼呢 是聆聽 反而有時候會改變到人 關心他的感受 回應 他的感受一起讀 回應 對方的感受 關心對方的困難 即是他有困難你感受到的 從對方的角度看 你從對方的角度去想 引導對方去分析 引導他 留意這個字 很重要是引導 在輔導 我們不是經常不斷 都是關心 只是感受 即是這件事 你不會一直做下去的 然後我們引導他 在這個情況 你有甚麼傷害 你覺得怎樣 你覺得可以怎樣處理 你想不想處理 即是你引導他 引導他去想 引導對方去解決 大家留意這些 這個上高所寫有效的 因為一會兒 我們在門徒訓練的時候 都有講幾個人 願意出來去做 去操練 那你就留意做這些 聆聽對方 關心對方 一起再讀一次 聆聽對方 關心對方的感受 回應對方的感受 關心對方的困難 從對方的角度看 引導對方去分析 引導對方去解決 即是最後的時候 我們幫他分析 引導他分析 和引導他解決 好了 和人溝通 聖經話是甚麼 雅各書一章十九節 但你們個人 要快快的聽 慢慢的說 慢慢的動作 快點聽 慢慢 講少些 講慢些 有時候有些人講話 在路不停的 我們嘗試講慢些 慢些的時候 給人有機會回應了 發怒就更加不要發怒 用愛心說成神話 以忽所書四章十節 這些都是講到人相處的 一起讀 唯用愛心說成神話 比如 同樣數一個禮物 人可以說 生日快樂 或者說 很感謝你做過很多事情 在我身上 你對我非常好 這個是一個層次 第一個更加高的層次 比如說 我有你真的很幸福 我認識你真的很幸福 很開心有你 我有你令到我整個人都開心了 這個就更加高層次 就是說 這個人會令到你的心情有回應 是會開心的 會興奮的 會滿足的 這一種的層次是更加高的 但是你說 都不是很多人令到我有這樣的感覺 但如果有人令到你的感覺 你就會回應他 去告訴他 無論他去到什麼程度 你就告訴他 你越欣賞他 他就越提升 用愛心 有愛心來講成神話 這個圖你看得到很明顯 一個人送禮物給他 這個可能是太太 或者是女朋友 看他的親熱程度 你看他不只是送禮物 他兩個人的眼神的接觸 和那個距離 都看得到他們兩個是很親善的 好了 這裡是講到輔導中所說的話的一些類別 那麼 這一點在我在學這個軟木課程的時候 是給我很大的提升 那這個有一次有一個軟木的老師 他就叫我們寫那些verbatum 就是說我們輔導那個 我們見病人的那個紀錄 他說你每一句後面 你就寫你現在在做什麼 譬如你是問問題 你了解、探索 去回應他的感覺 或者逃避 就是你照顧寫出來 那麼我們會找一些 有些人所寫的那些 那個見病人的那些紀錄 然後將他分析每一句說話 那之後呢 我就開始留意人說的話 是什麼類別 那我們一會兒就去留意 一會兒出來示範的時候 我們都會截停 然後給大家一起去回應一下 到底他講的是什麼類別 好了 我們一起讀一讀受助者那裡 受助者可以做什麼呢 分享、分享困難、埋怨、訴苦、形容問題 表達鬼心行動 這就是一些例子 就是他在分享他自己的東西 或者他分享他的困難 或者他埋怨 你知道他埋怨 不過問題是你怎樣做 那有些人一看到他埋怨 然後怎樣呢 你不要經常說那些東西 你說來講去 這個是很多人不會有的反應 你說來講去都是那些東西 但是這句說話有沒有幫助呢 是沒有的 你說來講去都是說那些東西 是屬於哪一種反應呢 這裡可能沒有 譬如有個人在埋怨 你說來講去都是說那些東西 其實是一個控訴 說出你做什麼 不過大有控訴 這樣的時候呢 即是說那個人埋怨就不對 但是跟著這個人控訴 後果也是不好 那他要知道他自己做的什麼 但是這句說話很多人都講 經常都是講這些東西 很多人都會有這種回應 那你要知道對方做了什麼 他埋怨了 他在掃苦 他在掃苦 他形容他的問題 講他的問題出來 你認為問題是沒有錯的 不過他形容問題 很多時候人都會帶有負面的感覺 這是一個事實來的 表達委身行動 即是說表達他願意去 去怎樣委身做一件事 那這個是好的 即是當人這樣講的時候 譬如他說 我願意更加愛我家人 那你很好啊 非常好 即是你留意到 咦他在那裡委身 我立刻回應他了 就不要說 就不要說 你做不做到的 你做不做到是什麼 是懷疑 是懷疑 而他說的話 那你的效果就不好 即是當人家說 我做的時候 你做不做到的 你上次也做不到 那是什麼 你上次也做不到 是什麼 屬於 沒有信心 沒有信心 數舊 是吧 將舊 以往發生的事 翻舊 翻舊 OK 好了 輔導者可以講些什麼 一起讀 邀請 分享 我們到一行就停一停 複述 反映感受 感受 即是用另外的言語 譬如說 我很激氣 你現在是否有些 有些懶惰 有些不開心 有些怒氣 不過你要想那個字眼 那個字眼會不會對他好 即是他可能會 聽那句話 未必喜歡 反映感 反映感受 剛剛說了 感受他的感覺 即是他說一件事的時候 我們會感受到 我聽你這樣說 我心裡都覺得很傷痛 即是感受到他的傷痛 我感受到你裡面的失望 好下一行 支持感受 回應感受 接立認同 肯定對方 支持感受是什麼 即是 在這個情況 你都會不開心 不代表 我們會在這個情況 會照做 只是說 我接受 譬如這樣 我們不是說輕鬆症症嗎 輕鬆症症就是 人家怎麼傷害你 你都可以不受影響 我們可能做得到 但對方未必做得到 他不做得到的時候 你就不要說 你學輕鬆症症 學完你就不會激氣的了 那 你就不是支持他的感受 即是你支持 我知道在這個情況 你被人激怨 你是很容易激氣的 那你支持他 接受 即是不是代表那個人對 但只是我接受他 有這種感覺 還有回應他的感受 即是 譬如回應他可以說 我知道你很傷心 我知道你很辛苦 我知道你很難受 回應他 接納 接納 即是說我接受 你這個情況 是會有這種感覺的 認同 即是認同他這個情況 他的困難 認同他會有這個感覺 肯定對方 肯定對方 即是譬如他有做得好的地方 譬如他有嘗試 我們就說 你要努力 非常好 這個就是肯定他 即是他有嘗試 我們就肯定他 即是他有嘗試 下一項第二個讀 安慰 探索 探索感受 邀請反思 總盤 安慰 很多時候人就不太知道 什麼叫做安慰 什麼叫做安慰 譬如有個人考試 考得不好 是怎樣是安慰 大家想一想 不用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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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句是有安慰的 是不用怕 有些人就說 下次勤力一點 這個是不是安慰 這個是什麼 這個不是鼓勵 這個叫他做什麼 即是提醒他 下次你努力一點 這個是提醒的 即是我們要知道 當一個人 譬如他考得不好 我們安慰他 可以說 我都知道你很辛苦 你讀得很新 很勤力的 你今次考得不好 不要緊的 我支持你 你下次會越來越好 即是欣賞他有做過的地方 譬如 譬如你兒子又整個玩機 然後他考試 考得不好 但當時你越不支持他 越不接立他 他將來更加不會讀書得好 在那時候 雖然你不認同 很多時候 父母會怎樣說呢 他明年玩機 玩得多 所以他今次考得不好 多數父母會怎樣說呢 都說了你 又叫你不要玩 你也是要玩 就是這樣的後果 自食其果 是不是 是不是 但是後果是怎樣的 後果是他 我們不是叫他繼續玩嗎 而是怎樣呢 我想問大家 他玩機 以至考試考得不好 對嗎 對 他是不對 但是他做事不對 當他考試考得不好的時候 他是不是不開心 對 你可不可以回應那個不開心 你不用回應他的打機 那個過分 怎樣回應 我知道你考得不好 都不開心 是不是 那你不用多加一個句話 讓他自己醒覺 其實你說 我知道你不開心 你又拍一下他 我知道你不開心 他會自己想的 他會自己想 為什麼我會考得不好呢 因為我打機 但是父母都會接立我 他就覺得舒服一點 不是代表你敢拍他 我知道你辛苦了 就是代表你以後都會打機 不是傳遞這個意思 我們將來可以和他探索一下 有什麼方法可以幫助你 你覺得打機怎樣呢 的而且很多年輕人是會醒的 就是他總是不醒 我認識以前有個年輕人 他又年輕 他又生小孩 家裡有大機 又小機 喜歡玩大機 他又喜歡玩遊戲機 全家都玩遊戲機 父母一起玩 亦都有一些 就是父母做榜樣 跟著子女又跟著他 跟著他這樣 當然這個時代 我們知道 玩遊戲機的確 帶來很多影響 讀書 和對人戰民 對家庭的關係 都很受影響 但是他總是出不了 總是出不了的時候 你一下子告訴他 你以後不准打機 他會怎麼做呢 他就一後不回來 就在外面打 就是他會用他的方法 他躲在被子裡面玩 就是他會找他的方法 那的時候 反而不達不到的效果 但是我們就接納他 然後逐步提升他 提升到他的知覺 你今次 就是 首先他 他當他考得好 比如他今次 他打機又考得好 那我們一樣可以欣賞他的 欣賞他 又不可以問他 你考得好 今次有什麼感覺 他覺得很開心 那我們可以欣賞他這個部分 他說 所以打機沒問題 這個部分 我們未必認同 但是我們想引導他去改變 我們可以說 假設你打機少了 你猜今次的成績會怎樣 你覺得你還不可以再好一點 就是這樣引導他去想 希望在他沒有抗拒你的時候 但是如果他已經抗拒了你 你就什麼 即是很難的 什麼方法都比較難的 但是總之在他未曾抗拒你之前 儘量對他好 接納他的感覺 你是有更高的機會毀滅他 就算他已經抗拒你 所以我們越是接納他 是有機會不回頭 所以這個安慰他 即是說 我知道你今次考得不好 是不開心的 有些困難你會失望的 探索就是探討去找 有什麼方法解決 問題在哪裡 探索他的感受 比如說 有什麼方法探索感受 你覺得怎樣 你這件事發生 令到你心裡覺得怎樣 你睡覺睡得怎樣 發夢有沒有 發什麼夢 有沒有發夢見回這些事情 醒的時候有沒有立刻很不開心 這就是探索他 那個影響他的程度 有時候你不用問這樣一句 你問一句他已經說多了 你問一句 他已經說 哎呀我發一醒 真的就想那些事情了 那你就知道那些事情 是潛擾在他裡面 那件事情 就探索他的感受 邀請他反思 這個就開始幫他 邀請他反思 就是說想回這件事 你覺得怎樣 你覺得為什麼會這樣呢 譬如有個人真的找我們去談 你覺得什麼引致這個問題呢 有什麼發生過呢 讓他反思 還有總括 就是說總括回那個情況出來 總括都可以邀請他 或者探索來去 一起去 就是去明白整個狀況 幫他了解整個狀況 譬如有些人這樣的 當初來找我們輔導 都是女性比較多 因為女性尋幫助比較多 我會說 哎呀我丈夫什麼不好 什麼不好 什麼不好 那多數都是說丈夫不好 就是很少 很少姐妹會來 都說 哎呀都是我不好 我就是整天吶他 吶他 吶得他多 所以現在呢 他不需要跟我聊天 他多數都不會這樣說的 最後我就問他 我說你覺得你自己有沒有有時 對他說話說得多 我都盡量用一個語氣 就是不要說 不要用人家 不要覺得你囉嗦呀 嫦娥呀 這個語氣令到他受傷害 我會去幫他 看到整個情況 然後看到 尤其是兩個一起來的時候 我就會從兩方面去了解 就發覺很多時候 丈夫又覺得委屈 太太又覺得委屈 兩個都覺得不舒服 然後當他們兩個去講的時候 就會讓他看到整個圖畫是怎樣的 就不是一個一面左右的圖畫 好 總括 下面 一同讀 題問 反問 探索 困難 澄清 展昔 展昔 題問 就是問問題 反問就是他講一件事 我們反問回他 或者他問一個問題 我們反問回他 譬如說怎樣解決 我們再問回他 那你覺得他怎樣解決呢 這樣問回他 就是不用一定要回答他 等他自己去想想 探索困難 有什麼困難 為什麼這麼難 為什麼困難在哪裡呢 一起去探討 澄清了 說回清晰到底問題在哪裡 評論 評論 就是評論這件事情 就是這個輔導的人 可以在評論展示 就是分析整個情況 去解釋那個情況 OK 跟著下面 邀請展示 邀請思想 邀請應用 教導 勸告 我們要到適合的時候才會教導 我們要到適合的時候才會教導 但是的而且他的輔導是會需要教導 但是最好教導之前 問到他有什麼方法解決 他想不到 然後我們可以說 你想想我告訴你 有什麼可能的方法呢 勸啊 有時候需要勸 就是有個人這樣 但是最好都是用引導的方法勸他 好了 跟著 講出處理方法 提議處理方法 逃避指責 控訴標籤 這個講的不是個個對的 有些是錯的 講出處理方法 就是說這個人就講 有些什麼處理方法 有些是邀請他去探索 有些是直接講出來 提議處理方法 這個是他提議 有時候是探索 逃避 有時候呢 有些人說 會不會逃避呢 是會的 我用一個例子 有一個人說 啊 我很痛啊 看醫生沒事的了 聽起來不是逃避 但其實他是逃避的 因為他很痛 那麼他就不想去講 他這個痛的問題 那麼他就會說 看醫生吧 沒事的了 那麼就不是跟他面對 怎麼面對呢 啊 怎麼痛啊 痛得怎麼樣 痛了多久啊 就是你去進入他的痛苦 就不是好像 找一個方法 你快點看醫生吧 那這個就是一個逃避來的 指責他 就是說他怎麼錯 控訴 標籤 標籤就是好像 譬如你買東西 一瓶瓶 那些什麼東西 這個橙這個蘋果 那叫標籤 標籤人呢 就是說這個人就是 這個人是 長舌的 這個人呢 就是整天 耳鵝鵝鵝鵝的 這個人呢 是很容易發怒的 這樣標籤了人 譬如這樣 有人做一些事情 或者說一些事情 跟著我們 下一個結論 就說 那你整天都是這樣的 這個就是標籤 那你整天都是這麼容易發怒的 那你整天都控訴的 這個就是 標籤了 那麼我們其實 聽他說完了 他明明說了一句說話 我們不用 我們可以回應 我們怎麼回應呢 因為你剛剛說 你很多困難 我們是把他那件事說出來 但不要加上一個 解釋 你是什麼 你整天都說是人不好的 就不要加上這個 只是說出他講了些什麼 好了 我們看看聖經裡面 其實很多鼓勵的話 這句說第一 就是神對人說的鼓勵說話 耶利米書三十一章三字一齊讀 古時也說 靠以色列顯然說 我以永遠都愛愛你 因此我以慈愛吸引你 你看到神用的說話都很強 對不對 雖然神也有警告懲罰 但是神也有很多的愛 我永遠都愛愛你 用慈愛吸引你 《詩詩記》六章十二節 《詩詩色》秦郵到他们的nies 《可惡勵》 《 Along to You ived》 友誕的王 謝謝 在神的眼中 基典的神有多大能 在神的能力之中 基典的能力有多大 很小而已 為什麼他會叫它做大能的勇士呢 就比如說我們這樣 如果神有個來的話 智慧的女兒 智慧的兒子 我都不太智慧 為何神會這樣稱呼我呢 你會覺得 哇 是神你真是說我智慧的 神說你真是很智慧 但不是意思 只是你好像神那樣智慧 但的確以人來說 你是有智慧 他會稱他為大能勇士 覺得很特別 就是他欣賞他 欣賞他一個大能勇士 在神眼中 當然神的能力遠超過他 但是神也會用這個方法去稱呼他 就是一個鼓勵的說話 所以我們有時見到人的長寸 我們都可以稱讚他 《盧嘉福音》一章二八節 天使盡去對他說 蒙大恩的女子 我問你安 主和你同在了 稱呼也是令他很舒服的 蒙大恩的女子 我問你安 有些人說 全世界都是過馬利亞 都是馬利亞 但其實我們個個 是不是蒙大恩呢 其實個個都是 都是神的恩典 《白泰義章十節》 《天使對他們傳》 《不要懼怕》 《我報告》裡面 《大起的信息說關乎萬民的》 都是很鼓勵 很安慰的 《我報告》這些《大起的信息》 《不要怕了 不用怕了》 好了 《主對軟弱的人》都有說鼓勵說話 《盧嘉福音》五針八節一起讀 《西門比德漢願》 《苦福》 《耶穌失辭》 《主要離開我》 《我是個罪人》 《耶穌失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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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亦都不定你的罪》 《神是赦免的》 《當人知罪》的時候 《神是赦免的》 《是人不知罪》的時候 《神才會指出祂的罪》 《路加十九週五節》 《耶穌失辭》 《耶穌失辭》 《那裡台頭一寒對祂說 《撒哥快下来》 《今天我必住在你家裡》 有一種興奮的想法 《快下來》 《快下來》 有一種開心的感覺 《撒哥從來沒有想到 耶穌會這樣跟祂說話的》 《馬太九週二十二節》 《耶穌失辭》 《看見祂就算》 《女兒放心你的信夠了你》 《從那時候女人就傳染了》 《放心你的信夠了你是不是很舒服》 《耶穌失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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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心》 《你跟自己說一說》 《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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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主對軟弱的人 和罪人說鼓勵的說話 《路加十九週三》 一起讀 《但我已經為你祈求》 《叫你不至於失了信心》 《你回頭以後要堅固你的弟兄》 這就是當耶穌說 《要三次否現主》之後 《耶穌說》 《我已經為你祈求》 《叫你不至於失了信心》 《你回頭以後要堅固你的弟兄》 這時候你看得到 當他知道的罪 不是馬上說他錯 而是 《我已經為你祈禱》 《我做了什麼去幫你》 《我就是為你祈禱》 《當耶穌說》 《你回頭以後要堅固你的弟兄》 也有一種很正面的提醒 你不會覺得他有一種令他不舒服的感覺 《你回頭以後要堅固你的弟兄》 也有信心 有信心 你去堅固你的弟兄 《耶穌說》 《用石頭打死那些鳳差染》 到他那裡的人 犯這麼多的錯 但耶穌說 《耶穌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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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多次願意招罪你的兒女》 我們發覺耶穌是用神的身份 這裏講到他在舊約的時候 《多次願意招罪》 他自己說話 他是用神的身份 我多次願意招罪你 只是你不願意 所以他這是用神的身份來講話 好像武雞把小雞招聚在刺膀底下 武雞招聚小雞是怎樣的? 那種感覺是怎樣的? 是溫馨的,很舒服的 神就是這樣 他不是用好像軍隊、軍長、元帥隊、士兵招聚這樣 他是武雞招聚小雞 是一種很溫亡的 只是你們不願意 他們是犯罪,但是神依然是招聚他們的 這是一些例子 令人氣餒的說話 你做得不好 你總是不信靠神,你神癮 令人氣氣 你數算他的不好 我們留意這些不好 有些人以為這些是教導 其實這個是指控 令人氣餒的態度 定罪、批評、不接納他 不嚴恕他,或者忽視對方 忽視對方的感受 他的需要 這些是提醒未必是鼓勵性的說話 下次努力 很多人以為這個是鼓勵 其實這個是提醒 但有時是OK的 不一定是不可以說的 不過 我們要留意 如果那個人已經考得不好 很不開心 你就下次努力 他未必喜歡聽的 他都有努力 那你就說 你繼續努力 你會做得更好的 加上你會做得更好的 這個是甚麼呢 是一個應許來的 又不是真的我們應許的 就是告訴你 你會做得更好的 這樣是有些不同的 你有能力做得更好的 你快點祈禱 以靠神 這個是沒有錯的 不過這個是一個提醒 這個人未必是鼓勵性 這個人沒有甚麼祈禱 你就說他快點祈禱 他未必有好多的量 反而你說 甚麼可以鼓勵他祈禱呢 我想問問大家 甚麼會鼓勵到人去祈禱 很多人用的方法就是 多些祈禱 你每天都要祈禱 記得起床就要祈禱 這種方法就是提醒 甚麼方法是可以鼓勵人去祈禱呢 信得過神會幫你 這句話 信得過都是你做 你可以把那個人拿走 神是很樂意祝福你的 當你祈禱他 就聽你的祈禱 他一定應找你的 這樣就不是說他先做甚麼 神很樂意祝福你的 神很疼你的 神一定聽你的祈禱 這個就是用全正面 就不是加上一個條件 但是有沒有那個條件 是包含在這裡的 神聽你的祈禱 只是包含你祈禱的 所以我們要留意到 哪些說話是唇 是說到應去的 這些說話其實都會鼓勵人的 不要靠自己 那人是靠自己 但是你說他不要靠自己的時候 反而未必最好的 但用甚麼方法說呢 如果想鼓勵他 不要靠自己 神會幫你的 神一定會為我們開出路 我們依靠神 神一定會幫我們的 即是先用神的恩典 你需要順復主 這個也是你需要 但是呢 我們可以用另一個方法說 神是有最好的計劃 神的計劃最好的 一定會成就一切的事 當你順復祂的時候 這事就會成就 不要擔心憂慮 可以怎樣用正面說 交託給神是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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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訴大家 因為以前我讀神的時候 學習分別律法與風陰 那我風陰就用紅色 律法有兩種顏色 一個就是叫我們做甚麼 我就用綠色 就像樹葉長大 然後藍色就是警告 紅的傷口就是藍 所以我一聽這句話 我分辨到 這個是警告提醒懲罰 還是我們做甚麼 OK 有沒有這些字下的提示 其實你就是想這句說話 作用是甚麼 你信靠神 這樣 但你用一個方法很簡單 回頭 神是一定幫你的 神知道你的困難 神會為你開路 神已經定義為何祝福你 神的恩典 感覺就不同了 甚麼是鼓勵性的說話 一起讀 前面我就不叫你讀 正面的我就叫你讀 神定義祝福你的 神在你心裏中有奇緻的計劃 神知道你的努力 我欣賞你的努力 神欣賞你的心 你做得很好 你有很大的進步 你已經盡了很大的努力 你會越來越好 這是鼓勵的說話 什麼是安慰的說話 我知道你不開心 主知道你的痛苦 我會陪伴你的 我聽到你的痛苦時 我有感覺心痛 這個我們剛剛講過 我們這裡就不講了 就引導人那裡 我們一起讀一讀 你覺得你現在的情況怎麼樣 這個幫他引導他分析他的情況 你想脫離現在的情況 你覺得你面對問題的核心是什麼 就是問他問題的核心 當然你不會第一句說這句 你先說其他 你覺得有什麼方法可以處理這些問題 就是你問他探索他 你的丈夫不願意改 你覺得自己可以怎樣做呢 你有沒有嘗試用什麼方法處理 而覺得有效呢 你會試過用什麼方法呢 你想不想我 我 這個我寫錯了 你想不想我 告訴你一個可以用的方法 就是想我講一個 我有一個提議 這個就是 當他想不到的時候 我們都可以這樣提議的 OK 好 這裏我們不說了 我們求指幫助 我們真的能夠祝福人 經常在輔導人的時候 是令人覺得舒服的 也要留意我們說的說話 現在學到未為晚也 慢慢學都未為晚也 只要我們繼續學就可以了 只要進步些少就可以了 這個我都是用正面提示 很例子 即是說 就算我們以前 譬如有很多說話說得不好 現在越來越少了 即是以前說的好的說話 說得很少 現在多了一點了 多了一點了 就在進步了 當你一進步 有時突然間會進步很多 為什麼呢 你一醒覺 原來這樣是鼓勵 那你跟著就整天說鼓勵的說話 這樣你整個生命就改變了 即是這個突破 我起初可能不斷 但到某個時候 忽然間就會提升 那求子幫助大家 你有沒有信心 可以更加是 講正面的說話 欣賞的說話 正面的說話 即是經常都想 神可以做些什麼 和他的前則 或者 即是欣賞他的說話 令他開心的說話 就請看 那些不相信 可否 不要生負傲 還要不要生負傑 那些不相信 眼 Martha 那些不相信 是經常的說話 很容易